這代表的 就是我們常常會看到中國官方有個論述是說 正是因為鎮壓了發展 就是大型農場收並來經營 然後造成小農沒有 惱羞成怒之下的共產黨說 如果你不順著我的意思 如果你不 我們對這一年的感想 然後我認真思考 我們稍微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個維權的這個運動 也是因為如此被以這個顛覆國家境內 曾經組織這個反對黨 那麼因為主黨以及聲援六四 在文明的範圍之內可以幫我解釋一下 中國就不這樣做 我現在會在文明之中 有一個圖片